按右键除存个格式 顺便讲一下有个自定 自定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这个格式 可以自己按照你要的规则 一个0表示一个数字 三个0它就显示出来 意思就是说这个除存格一定要3 如果里面只有2 就自动补一个0 如果一个数字就补两个0 那不就跟我们要的结果一样吗 但是问题你按确定的话 你会发现 虽然表面上面看到的是084 但实际上存在Excel里面的资料 还是84 所以其实基本上没动 如果说假如 你希望你看到的084 也真的变成084的话 中间这个动作 中间你需要一个函数 那个函数就叫什么 叫Test 也就是如果你看到的 你要真的把它变成 你里面放的 一样的资料的话 那你就要记得用Test这个函数 所以以后 如果假如你要取某个资料 其他取都取不到 都得不到你要的东西的话 那很简单 你就先把它转成Test 再去取 你就可以取得到你要的资料 比如说什么地方 等一下可以 你们可以做个练习 比如说像什么 生日好了 假设我要几年次 这个是70年次 66年次 但问题前两个字 假如说你用什么 插入函数 用刚刚的逻辑 Laps 对不对 Laps 去抓这个 然后如果要抓几个字 两个字 那你按确定的话 你会发现 不是77吗 怎么变29了 OK 原因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需要一个Test 就可以 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工作上蛮多的 OK 有的时候你要取 其他看到的跟你实相 得到的却不一样 这个时候你就要想上Test 所以Test我觉得非常重要 很多同学问的问题说 老师为什么 我看到的跟我得到的不一样 所以你就把Test学好 那以这一题来看 该怎么做 把这边 我们这个就保留好了 我就把这个 这个工作表再复制一个 怎么复制 拖拉 加一个Ctrl键 Ctrl键按住 放开 这边就多一个了 那你可以把它点两下 把这边改成什么 Test T E XT Enter 好 那我把这个底下的 这个公式删掉了 那怎么删比较快 把整个删除 我建议你不要这样 这样向下拖拉 因为这样拖拉很容易过头嘛 而且要选很久 一般习惯是这样 有没有放在 第一次 向下整个选举 是什么 Ctrl Ctrl 向下 这样比较快 不然的话 如果你底下是几万笔的话 光选 选到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没 到了没 还没到 还没到 到了都过头了 对不对 就重来一次了 OK 所以记得Ctrl Ctrl 向下 按 Delete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用刚刚的方法 这边的话等一样 前面都一样 09 然后end 所以这边的话end 这个储存格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在end一个简号 这个前面都一样 然后end的话呢 再来后面就不一样 这个地方 我就把它改成 插入一个什么 test函数 这边有没有 这边没有 没关系 我其他函数 找一下文字里面的test 他会跟我要两个资料 第一个的话呢 你的value在哪里 value在这里 其实84 我刚刚没改 有没有 84 那format test 其实我们刚刚不是填 那个三个0 在制定里面 其实就是那个东西 把制定那个东西放到这里来 000 但记得 只要你看到test 要加什么 前后双以后 OK 如果你没有加 他要test 结果你没有加前后双以后的话 很抱歉 也不正确 不会不会 他这个没有那么 000 你移开 他没有很贴心 OK if 会 但这个不会 这个不会的话 你按确定就错了 OK 所以前后自己一定要加 好 加完之后按确定 080出来 向下填满看看 有没有 有了 OK了 如果这个的话就很简单的 把它一样 复制 贴到后面来 然后把这边改成h 就可以了 打个勾 有了 然后向下填满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 但问题 如果你将来每天都要做同样的连同样的动作的话 最好是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聚集 按下按钮 自动完成 按下按钮 自动清除 这样很方便 按一下就好了 当然你这个录制 我们这个地方还算单纯的 有些人的工作 每天都做差不多类似东西 只是说要重新再跑过 其实你可以把整个所有的动作 通通都串在一起 变成一个按钮就好了 OK 那当然 也就是说 Excel里面的所有动作 只要滑鼠键盘能做的 通通可以把它全部改写成VBA 也就是说可以一键完成 绝对不是问题 OK 只是说你要懂得怎么样去撰写对应的程式 待会的话 请各位先试着把 这个test这个部分完成 然后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待会再教各位 如何利用什么 录制聚集 产生对应的按钮 不用写程式的方法 请各位先试试看test的部分 画面还给各位